大家看到習近平比較忙一些 昨天有一段新聞宣傳 李克強迫了深圳 兩單消息基本上已經確認了北戴會議開完 老實說前一排1號 布洛西這麼大件事 去台灣不如2號去台灣這麼大件事 你都沒有人出來反應 連王毅都沒有出來反應 大家知道什麼事 一定有重要會議再開 北戴會議基本上是談中國人士的佈局 尤其是高層人士的佈局 他出得來的話基本上 習將會在月底去G20峰會 那就是表示他基本上可以百分百可以連任 但是另外一個小事很有趣 李克強昨天去了深圳 去了深圳不戴口罩 很過癮 去了深圳就大幅講經濟 這個代表了什麼呢 是 會議開完 也都雙方講好數 什麼叫雙方講好數呢 我們基本上應該是這樣說 堅持清零派以及發展經濟派 就是我不想說習派反習派 這兩派呢 基本上已經結束了 就是說 我看得出這個習是讓步了的 他不敢再繼續堅持這個所謂一定要清零 但是他不能退 因為是他講過的嘛 所以他剛才雜誌也講的 無論如何我們都是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放在第一位的 這些是高高在常 講得很口響的 很理念式的東西 形以上式的哲學 這些是 大家學到一個實際的食飯問題 大家都看到這三年的大陸經濟是怎麼樣 最近最近新一季的國家GDP出來了 全國負數 之前那兩年 好像去年 上海還是正數的 全國三十幾個省和自治區都是負 唯獨上海是正的 今次上海都負了 就是被你搞到這樣了 香港更加會贏了 就是看這件事你都可以看到 為什麼香港經常說11月要無論如何對外通關 我相信這件事是個死任務來的 是只有勞寵謀利這些人謀利 就是這些人 人家大陸已經是單了眼了 把了眼色給你看 為大陸你先走 現在我推論 但我擺明是讓你去香港先走 原來這個病 最初的時候 很多人突然間爆發感染了 但是很快就下來了 因為感染了就下來了 當全民有免疫的話 其實也不是那麼恐怖的 現在的死亡數字 老人家八九十歲那些 他都是老成丟臉 這都很正常的 就可能這樣之後 他就叫出口壓回到裡面 喂 既然在香港 也不是那麼大的電視 為什麼我們還要行這些極端的清理政策 慢慢地修正過來 就取得重大勝利之後 就像朝鮮那樣而已嘛 朝鮮現在已經放棄了 與病毒共存了 基本上朝鮮講明了 因為戰勝了 就將來 希望大陸 我猜大陸在走這一步 你香港先做了 先做了 為什麼要11月呢 讓我們習主席真真正正落實了 說我真的坐正了 你這班友仔 真的讓我坐正了 即是通過了黨內的全會 大家一致通過了我坐正了 好了 要怎麼搞就怎麼搞 他又會放回 這個一定談好數字 妥協了 好了 但是11月之前要做什麼呢 你一強在下面要重新再搞護經濟 就是那邊就不要搞這麼多基格了 就不要立戀又封城 一搞經濟你就好像異烏那樣 你死不死 你搞什麼都死 你異烏那樣 你擺明是玩東西的 現在這個月份 八九月你做的生意 當然要下船的 趕過零月船期 然後去到外國歐美的地方 然後去靠物流 上去百貨公司 商店的貨架 賣一些聖誕產品的嘛 按一節產品 是現在要出貨的了 再遲就玩完了 再遲 過完聖誕 因為明天三四月 清明的時候 你才有聖誕多人投訴 你以為有沒有人買呢 就是同一個道理而已嘛 就是 他沒有可能不搞經濟 但是搞經濟呢 我相信現在 在北大會已經講好了數 就真的不要再這麼極端 好像上海那樣 動不動一兩個個案 整個區封了 全民驗核酸 你看這一排在海南島驗核酸 整個這樣封倒 就是你這樣下去呢 你遲早會出大亂的 遲早會出大亂的 真的不是說笑的 就是 是莫名其妙的 就是大家越來越會質疑 一個不是這麼嚴重的疾病 你用不需要用這麼極端的手法來處理呢 尤其是那些因為疫情影響到生計那些什麼工 你在海南島那些什麼人間慘案 在海南無緣無故想到過家族 結果走不了 在上海之前已經被封了一個月 可能又被封了兩三個星期 可能那些錢就洗完 入到海南島 中國人尊閹中國人 那些菜單九千多元一頓飯都有 因為疫情這幾年沒什麼生意嘛 哇這麼多隻肥羊進來 又封了一刀走不掉 哇不割你等什麼時候割啊 就是這樣 就是大家看到 這樣的話 就是這麼多不公義不公平的東西 這樣一爆出來 你還可以怎麼去做呢 就是人家很老實說 當你去到一天 大家的生計是沒有了 大家都沒有飯開的時候 還有沒有這麼多人 撐你中央政府那些所謂民族復興政策 所謂要統一中國政策呢 我就真的打個question mark 我不是不信 我打個question mark 一個問號 都連飯都沒得開過那些小粉紅 就會不會這樣堅持 中國一定會這樣 台灣人現在人人有飯吃 看醫生人人人有個全民健保 是全世界很出名的 人家可以言論自由暢所欲言 你喜歡罵誰 你總之不要付出行動 付出行動是犯法的 全世界都犯法 對不對 你說搞革命 在台灣很奇怪 你這朝五星期出來 要推翻你 蔡英文政策 都沒有事的 言論自由 對不對 那你 OK 現在你說搞革命 我們要打他 你又要封我 台灣 又封多幾個人 其實 你這樣做的 你只會令更多台灣人 離心離得 更加對你 你完全撕毀了這十幾二十年 那種搞統戰而裝出來那個面目 那種慈顏慈目 那種撕毀了畫皮的背後 原來是一個醜陋的惡鬼 人都怕你了 是吧 我都說 你現在這個軍演 再加上你不斷對台灣的這樣 你說得很清楚 包括盧沙野那段 全民再教育的那些說話 你連在台灣這幾年 傻傻不斷幫你去推銷兩岸九二共識 現在台灣九二共識 連馬英九都不敢胡亂公開講 那你看到什麼事? 就是說用強硬的方式 人家台灣人會不會屈服呢?我肯定告訴你 你越強硬的話 只會一樣東西 就算是你將來你真的武統了台灣 攻陷了台灣 你那個賭民的報復性也都非常大 非常大 因為台灣不同香港 台灣很多高山 就是他慢慢跟你玩 你看日本統治那五十年都有爆發 報社事件啦 是不是呢? 大規模的殺傷日軍啦 台灣人的個性呢 很橫蠻的 都很刁民 就是不是這麼容易的 不是像龍沙野那個 我去行新疆 去封什麼行不行呢? 未必的 未必的 真的未必的